这个少女是宇治国最小的公主 只因为猜拳输了 所以便成为牺牲品 被送往太阳国做人妻子 来换取自己国家的自治权 传闻太阳国的统治者太阳王 是一个嗜血残暴的昏君 不仅如此 还有口臭 浑身长毛 以及头上长脚 小公主有些担心害怕 但所有担忧 在真正见到太阳王后 都言笑云散了 说好的浑身长毛 头上长脚 面前这个太阳王 还只是一个12岁的未成年 小公主第一想法或许是 太阳王 找毛了吗 而太阳王在见到小公主后 也不是很满意 他本来要求宇国 送来最漂亮的公主 但面前的小公主 很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期许 不过这都无所谓 因为太阳王听闻 宇国王室 拥有操控天气和教育的能力 燕君太阳的他 想要让小公主 来改变太阳国 长期以来的晴朗天气 结果却遭到小公主的拒绝 从来没有人敢忤逆太阳王 这也让太阳王 感觉小公主很有趣 为了表达自己对他的喜爱 便将小公主关到了地道里 然后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饿死 要么听他的话 刚加过去第一天 就被太阳王关进了大牢 他不想成为太阳王的工具 于是越想越气 便操控风魔法 切断了大牢的窗户 所以来到太阳王的房间 打算好好教育一下 这年仅12岁的一国之助 可下一秒 他竟然额运过去 太阳王的小公主 只要听他的话 就给他吃的 但操控天气降维这种事 需要神圣的仪式 需要让小公主感受到美好 才能完成 太阳王不知道美好的奢何物 于是隔天便派了三名女巫 来伺候小公主 还安排丰富的美食 和漂亮的衣服 太阳王认为的美好 就是物质上的满足 但这些对于小公主来说 都没有吸引力 他反而觉得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花草更美 太阳王无法提起小公主的想法 他那个东西不过就是东西 哪有什么美好存在 太阳王会如此冷漠 感受不到世间的美好 却都是因为童年的悲惨遭遇 因为他的母亲是夏季出生 虽然他贵为皇子 但却不受待见 母子而人相依为命 可母亲却被人害死 太阳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憎恶 而即便他已经当上了国王 但是想要暗杀他的人还是很多 一天与小公主欣赏风景时 就遭到刺客弓箭袭击 还好小公主反应迅速 替太阳王挡了下来 这个行为触动了太阳王的内心 他决定把小公主修了 赶她回去自己的国家 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太阳王想要保护小公主 因为他要展开内定手段 来清理一些奸臣 但这势必会引起奸臣的报复 果然反叛着袭击的太阳王 而小公主也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皇宫浓烟滚滚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赶了回去 散在中塔上 高声凌晨给降雨的咒语 随即一朵巨大的云朵 以小公主为中心扩散开 长久干旱的太阳国 引来了久违的干露 而太阳王那边大火焚烧的房间 也被雨水熄灭 虽然太阳王早已从暗岛逃离 但能就被小公主的举动给卵心到 这一刻 明慧爱的种子在心里悄然种下 被感动到了太阳王 找到小公主 一把A了上去 身高不够 头发来凑 这该死的恋爱酸臭味啊 国王的房间被烧了 所以太阳王变成小公主 睡着时 拉到他房间一起露进 隔天小公主醒来才发现 太阳王就在身旁 小公主吓得手不做错 直接狠狠地教育了太阳王一番 两人常常闹闹 感情逐渐升温 而在小公主被逼过大使欺负时 太阳王还会霸气呼吸 警告别人 这是她的王妃 之后有天夜晚 小公主发现太阳王 没有来自己房间睡觉 于是 便丢到太阳王房间 看看是什么原因 结果被管家从背后逮住 她给小公主一瓶药物 随即解释 太阳王自从母亲去世后 每天都要靠安眠药才能露睡 可自从小公主的出现 这种情况便开始发生好转 看着熟睡的太阳王 小公主在内心暗暗发誓 她的余生将由她来守护 于是在隔天的幻影会上 小公主一身盛装来到宴会中心 那冬婷的音乐 在每个人耳边引闹 屋外也下起了大雨 看着那宛如仙女下凡的小公主 太阳王的内心 也产生同样的想法 她的余生 由她来守护 可身为国王的女人 哪有那么容易 不仅要有完美的身材 还要接受礼仪官 可可的要求安排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太阳王与小公主的订婚 竟被人驳回 在这个国家 太阳王并不是指手折天 一个隐藏在国家幕后的组织 神之厅 是掌管所有祭祀之士的最高机构 他们拒绝订婚的语音 只是因为小公主的出生 是裸小的雨果 这会当太阳王的血脉 遭到破坏 如果太阳王迟疑迎娶小公主 那么小公主就要接受 与安重生仪式 去地下神殿 取出结婚所要用的仪式戒指 但地下神殿 在长期之骨的最深处 已经有数不胜数的外国公主 死在这里 所以这个仪式早就被废除 这个时候拿出来 很显然是神之厅 有意为难太阳王 因为这是连太阳王 都不能前往的境地 但小公主却执意 要去地下神殿 而太阳王则是决定 把其护其 让人意见不合 但小公主实在不愿意 什么事都让太阳王扛下 于是 便偷偷摸摸地潜入了神之厅 不掉神之厅的首席 早已等候多时 但死后没有对小公主 有任何的客气 甚至认为小公主 就是秦国的凶兆 因为云和雨 都是会遮挡太阳 神之厅对外国公主 充满了抵触 只因为仙人太阳王的母亲 就是外国公主 他们认为这是玷污的王座 这样的婚约 就不该进行 仙人太阳王就不该出生 神之厅对太阳王的恶意 让小公主死掉危机 他也是低估了这12岁的国王 曾经所经历的一切 他态度坚定地找到了太阳王 决定接受余暗重生仪式 他要与太阳王一起战斗 小公主与太阳王告别后 就置身一人前往地下神殿 经过一番波折后 小公主成功来到神殿的最深处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盒子里根本没有戒指 而取大性命的 也不是那恐怖的瘴气 而是神之厅安排的杀手 由于神殿是一处 命不透风的暗示 所以小公主也无法使用风质魔法 小公主熄灭了火烛 开始逃跑 逃到一半 却被一双手抓住 但幸好是太阳王赶来支援他 杀手也追上了两人 但都不是太阳王的对手 看着这些黑衣人 太阳王再也压抑不住情绪 抱着小公主紧哭了出来 她实在害怕再一次失去重要的人 母亲被人爱杀 她没有保护好 但这次不管如何 她都不会让小公主离开 感受到太阳王的脆弱和不安 小公主弯腰 困在了太阳王的额头上 并对太阳王承诺 自己绝不会离开 之后在订婚仪式上 小公主拿出存放太阳戒指的盒子 但里面却空空颅叶 所有人都很惊讶 因为没有太阳戒指 就代表小公主放弃了订婚 但太阳王却在这时表示 普通的戒指 岂能配得上她的身份 能与之匹配的戒指 自然要在天上 所有小公主开始临仓 利用操控天机的能力 在太阳周边 形成了一个圆环 充当戒指 断时台下一阵滑篮 而太阳王也在这时候 介入了神之亭的暗杀行为 眼看神之亭首席 难逃一死 可小公主权王妃的身份 免他一死 他只希望神之亭 可以认可这场婚姻 并且反驳首席之前的言论 任何人都无法指在太阳下生活 万物卢诺想要滋生 就离不开风云雨的结合 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凶兆 而是太阳王的王妃 最终小公主的订婚一事 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可才刚结婚一天 太阳王就被一位小萝莉 扑到怀里 并且憾心默默地看着他 面对小萝莉的头怀送抱 太阳王竟一时也无可奈何 因为她是太阳王的情媒族马 也是胡国的公主 她总是认为自己 就是太阳王的未婚妻 所以自然瞧不起小公主 小萝莉认为太阳王 都是被小公主那下流的欧派 给吸引的 于是两人展开了对决 但琴棋说话 小公主是样样不如小萝莉 但可爱在性感面前 或许真就不值一提 小公主在深夜想学习舞蹈 但没有天赋的她 差点还把腰给扭到 不过幸好太阳王过来安慰她 还在月夜下手把手地教她 这一幕正好被小萝莉看到 于是她在隔天找到小公主 发起最终对决 规则是两连赛马冲向悬崖 谁先停下谁就算输 在途中 小萝莉表示小公主 明明只是平民公主 却想要攀附权贵 但与太阳王的感情 只有小公主她们二人才能明白 她只想要守护太阳王那份 脆弱与不安 与全世无关 从没影响过这些的小萝莉 听到这些话顿时愣住了 回过神来 却跌落悬崖 幸好小公主拉住了她 而小萝莉也忽然明白了 自己与小公主的差距 因为自从太阳王母亲遇害 她的眼神就变得硬能无比 这让小萝莉往而却步 龙龙不是听到太阳王结婚的消息 或许此时 她还没有胆跳过来见太阳王 而小公主在太阳王 最需要陪伴的时候出现 小萝莉在隔天 也大方地感谢小公主的救命之恩 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她还是很不甘心 但知道自己彻底没有机会后 还是决定准备回过 小公主还贴心地降雨 来掩盖小萝莉的哭泣 在小萝莉走后 太阳王愈发喜压小公主 就连亲吻都变得朗人 羡慕嫉妒 一直出门在外旅行的叔叔 竟然回到王宫 还不是太阳王 静止来到小公主面前夸赞她 所有便以打招呼为由 对小公主的脸吻了上去 并且在她的手 询问是否愿意一起旅行 太阳王看到这一幕 气得要死 只有无可奈何 因为叔叔是这个国家的宰相 太阳王警告小公主 离叔叔原地 而在欢迎宰相回归的宴会上 叔叔走到哪里 都是亮点 看到如此风流的叔叔 太阳王是真的气得要死 于是打算带着小公主去散心 结果小公主却不小心崴到了脚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叔叔劲爆的小公主说 要抓紧去看医生 太阳王还昏蓝不知 老婆早已被人拐走 在天台等了许久 不见小公主出现 于是回到宴会 却听到鬼夫们 在评价叔叔与小公主 是如何的般配 而叔叔说是带小公主去看医生 却将她带到一间昏暗的房间 并以发到总裁的硬气姿态 扑到小公主 向她告白 而小公主却一眼 就看穿了叔叔的谎言 但之后叔叔根本就不喜欢自己 而叔叔也没想到 竟被小公主看穿了 他确实对小公主没有感情 做这些 只为是替太阳王试探一下忠心 而赶来的太阳王却恶话不说 将叔叔关在了地牢里 小公主就是太阳王的逆临 这种玩笑 他一点都不喜欢 而在与太阳王的交谈中 小公主敏悦地发现 叔叔与太阳王有不为难知的秘密 于是深夜潜入地牢 救出了叔叔 最后从叔叔口中 了解到了过往发生的事 他曾经喜欢上太阳王的母亲 也就是他的嫂子 和嫂子遇害后 他因为失去想要守护的人 而伤心 于是便与太阳王一同征服世界 最后选择逃离这个伤心的国家 太阳王埋怨叔叔的一走了之 但叔叔也是别有用心 他想让太阳王停下散争 去寻找世界的美 而不是利用杀戮来自我冷静 听完明星的小公主 用他的名义约了太阳王 最后召唤大羽 和俄人交流 这次 叔叔叔终于解开了舞会 太阳王也希望叔叔 可以继续游下来 担担宰相 来辅助自己 就在和嫁欢时 易子的消息 却让小公主 伤心欲绝 家乡的婆婆竟然 即将病逝 行中前 想要见见小公主 最后一面 在太阳王与小公主 回到宇国后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婆婆根本没有生病 而是装病 宇国的降雨术 可以说是任何大国 都想拥有的绝对能力 于是婆婆不想让大国 得到小公主 害怕这份力量 会酿成惨剧 所以就让小公主的 青梅竹马 将她名义 关了起来 最后还打算 对太阳王施展鼓输 想要让太阳王 忘记于小公主的一切 可太阳王从刚到宇国 就格外警惕 婆婆的计划没有成功 于是 并打算对太阳王 进行考验 她把关押小公主 房间的钥匙 扔进了狐狸 只要太阳王 能够找到钥匙 她就放了小公主 太阳王想也没想 就直接跳了下去 而大鱼 让水位不断上升 太阳王随分担忧 小公主的安危 如果小公主离开了她 那么她跟死的 就没有什么区别 而小公主也是如此 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 不断用身体 撞击着大牢的门 青梅看着小公主 这般不要命 最终还是以心不忍 打开了牢门 让她奔赴爱情 等她赶过去时 太阳王已经晕得过去 被抬了上来 小公主不顾她人 对着太阳王 做起了人工呼吸 等太阳王醒来 婆婆还想继续使伴子 结果太阳王却手举钥匙 表示自己找到了 这个行为 也是获得婆婆的认可 小公主的母亲 更是对太阳王这个女婿 喜爱的不行 最终小公主 与太阳王在 与国人的见证下完婚 而在离开与国后 他们也听到了 婆婆的歌声 缓来的赠语 这时不舍得送别 而在回到秦国后 两人虽在一个王宫 可却经常无法见面 太阳王整日蛮为事物 但在一天 小公主外出 看到美丽的风景时 内心想到有空 要与太阳王一起欣赏 那个12岁的男人 竟升起白马 出现了 两人无忧地 躺在草地上 太阳王表示 见不到小公主 是最朗拉头疼的事呢 说完 便甜蜜地 吻在了一起 完结 洒花 这是2014年的纯爱动画 尽管如此 世界一旦美丽 整部番区的情感线 做得超足 是绝对标准的少女番 没有后宫的设定 没有伪等的剧情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便是 心与心的齐合 看完后 大多数人都会浑身酥酥的 另外 姐弟恋的设定 更是吸睛 不少人调感看完这部番剧 竟对姐弟恋 产生了幻想 这绝对不是少女心爆棚 而是少女心爆炸